紅遍兩岸三地的歌手鄧紫棋 即將在11月展開 北美及歐洲世界巡迴演唱會 預計11月7日會來到洛杉磯 這位唱腔有著爆發力 卻也能溫柔唱著情歌的女歌手 今年8月還登上了少女風開唱 她不斷地挑戰自己 唱出自我 也激勵歌迷 勇敢地朝著夢想前進 搭乘直升機來到瑞士少女風 站在搭建在3475公尺 冰河區的舞台上 不怕高山正的鄧紫棋 臉不紅氣不喘的高唱三曲 證明了她的歌唱實力 一開始那一段時間 是有一點覺得缺氧的 是有點辛苦 連喘氣都是有點辛苦的 可是因為我們提早了一個多小時 就上去上面做聲音檢查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有一些時間可以去適應 而最後我們那三首歌表演下來 我就覺得還是非常滿意的一種表演 其實是更加鼓勵到我之後 如果無論面對什麼樣的環境 或者什麼樣的挑戰 都是更加可以去擁抱 鄧紫棋除了在亞洲有超高人氣 現在她也搶進好萊塢 在明年就要發行的動畫片 《Charming》當中現身 非常的榮幸能夠就是在那麼多其他的一些 Great Artists的參與裡面成為其中一份子 在整個電影裡面 我是配音還是唱歌 我覺得都是有壓力的事情 可是同時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也希望就是整個經歷可以 更多的朋友 只要自己有一個目標 只要這個目標是清晰的 就可以勇敢地去追 來吧 鄧紫棋11月就要展開 北美及歐洲世界巡迴演唱會 11月7號會來到洛杉磯 鄧紫棋要歌迷們做好準備 與她一起享受音樂 洛杉磯的歌迷可以先做好運動 先熱身一下 然後進來看演唱會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年演唱會下來 還滿多場都是大家流著汗走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更加地 準備自己的體能吧 因為應該到時候會是很瘋狂的一個晚上 鄧紫棋還計劃明年要登上太空 成為第一位在太空演唱的華裔歌手 她不斷地超越自己 也讓歌迷期待她的突破